做了一個行動 是嗎? 就叫做保護你的工業行動 沒錯 最後通過了 那你跟我們說一下 你的保護理是怎樣保護理化? 其實我們最主要 今天開始我們呼籲 我們香港護士會的會員 在醫院裏做一個 我們的保護理零感染的行動 目的在於一個 就是因為 現時醫院是非常高風險的 雖然很幸運 沒有在醫院的爆發 這個武漢肺炎 但是其實很高的風險 多了很多的確診病人 也有疑似的個案 不要忘記 醫院還有其他病人 還有其他傳染病的病人 還有普通科學病人 所以我們呼籲我們同事 在今天開始 就要做好這個 醫院管理局制定出來的感染 控制措施和標準 譬如說在病人方面很重要 因為病人你知道現在醫院很擠迫 不會有什麼三尺床隔開 那些 通常都可能新的手隔離 我都隔離那個病人 我們就要我們的同事 確保我們的病人安全 在感染控制措施的標準 這個是應該管理局定出來的 譬如說我們 要確保病人每天有兩個口罩 病人的床尾 有一瓶酒精擦手液 我們也勸勸我們的病人 就說你有口罩要戴著 如果要做任何事情的時間 保護你自己 保護你旁邊的病人 同時保護護士 你要用酒精擦手液 這是一個標準 這些標準 是醫院管理局制定出來的 希望保護那個病人 不要有加加感染 還有 其實我們護士都很高風險的 我們護士有幾種不同的種族環境 一般來說 在保護情況 普通病房也好 精神科或普通科 甚至是佳征 或者健康盤診也好 我們希望 根據醫院管理局 自己定出來的標準 保護自己 每天必須有四個外科口罩 如果有四個 第一個 就要上班時候用戴著 第二個 就要上班之後 就換了個新口罩戴著 可能吃飯 休息的時間 就要換了個新口罩 這是第三個 最後一個 就是下班的時間 那些髒的口罩當然不要戴回家 所以一個新口罩 這是一般情況下 它是要的 而在工作 它是要PPE 這些保護裝備 保護衣物 一天都有四套 四套 因為在工序上 這個是最少要求 如果嚴謹來說 每一個工序都要換 可能有時候 我們將一些病人的種類 放在一起的時間 就換一套 這就是醫院管理局 制定出來的標準 有一些我們的病人 在疑似個案 現在一些疑似病房 或者在疑似病室 如果是要照顧這些病人 我的同事 根據醫院管理局的標準 就說最少 我們要求 要有兩個的外科口罩 兩個的 適合的N95的口罩 還有四套 是PPE 就是防護裝備 如果一枝 抄了生死炒 進去照顧這個確診個案 現在應該已經多過四十幾個了 同事 他必須每天 都應該有兩個外科口罩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上班 是在工作環境下 要跟隨医院管理局 自己制定的感染標準 還有措施做 就是 不會做完一個工序 不會回顧你 然後第一次 就全套的 我們叫做裝備 都要根本的 包括什麼呢 可能是這個面罩 顏罩 N95 保護衣物等等 做完 就可以做到 保護你 零感染 我們希望這個運動 可以叫做前線同事 說 你必須落實 和遵守 醫院管理局 自己制定的標準 和措施 就可以令到 減少了 病人之間的交加感染 病人護士的感染 可以令到 可以保護你 你說的 有一個理想的 或者叫做 根據醫管局的指引 去做的標準 我不是說理想 這也是標準 但現在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就有些護士 我想你的同行 我都知道 護士長跟她說 省省省 用我林鄭的口吻 省省省省省 我給你一個紙袋 你的N95 用完之後 帶下去 脫了一個 然後吃飯 吃完飯就拿出來 繼續用 這樣 沒有了 有些醫院說 只有五天貨 什麼PPE 那套東西 用完 不如你用火酒馬 抹它 抹完之後繼續用 現實就是這樣 那我就想問 如果你們那個 醫管那個最低標準 跟現實有這麼大的差距的時候 護士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你覺得很正確的 我們都不希望 今次我們的行動 將那些中層管理 夾在中間 我知道他們都比較無奈 他真的可能就要鎖好些東西 你要來換 或者每天 可能要限制一個 甚至要記名 甚至你要寫原因 要不然就不能換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 有趣的就是 以前 醫院那裡的高層 向外公布 有三個月 足夠任何的裝備 是 上個星期開始 一個月 一個月 而且大家 在外面 有些無奈 就說 那你一個月 那我也是照用的 那一向都是這樣用的 但是 如果現在又說 要省著用 是不是令到 中層在前線的管理的朋友 都覺得 咦 我還有無價 給了之後 我還有什麼批發 還有什麼發放呢 但是不要忘記 其實我們前線的員工 直接接觸病人的員工 從來都應該遵守標準去做 如果不是 就違反標準 就是病人會感染 那我們看看情況下 是不是 醫院的總部 或者高層的朋友 第一 不要把我們中層管理的朋友 夾到中間 他們都是前線幫前線 第二 前線都是根據你的標準去做 那如果時候 如果做不到 那又說 沒有足夠信心 又沒有支援 又沒有密支 又說可能沒有了 那接下來會怎樣呢 那我們找到 是不是又是任由 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 主持人覺得很對 森哥你覺得 現在都不夠了 其實現在不夠 是不是應該 就繼續等他不夠 去到好像上次 你記得幾個禮拜前 政府說 看來搞那麼多 我們檢疫措施 OK的了 確診才做其他 邊防檢疫 或者 不要糾纏封關 這個字 加強人流管理 你看現在香港什麼情況 50個了 我們就覺得 是否應該 不要絕對 有 醫院的感染爆發呢 如果沒有案外肺炎 因為 物資不足夠 大家都很無奈地 不能夠落實 和遵守 醫院的目標 醫院的目標 發生這個 交加感染 醫院爆發 這個是很大件事 就是說抗疫 都做不到 抗疫 我們失了手 抗疫都做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呢 所以我們這次 顯示出來就是說 其實同事 你告訴別人 做好了 我們跟他們做好 另外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各有經驗的 因為這些是 軟方 或者管理局制 還是標準 如果這些標準 你不遵守 或者這些標準 任何情況下 你沒有做得到 都說得逐些 你中了招 你想說工商 你想說這些 他會說 你沒有跟我的標準做事 他不會告訴我 其實我的口罩 他的心哥說 其實那個N95 其實都很髒 擺在那裡 17年前的事 17年後 應該有這個現象 聽你說那麼久 就是說 17年過去了 醫管局 在裏裏外外 都是比我們看到 是沒有進步 而且越來越 鑲地 就是令到你們 根本過去 可能在這段時間 根本都不是跟著 醫管局的指引 很明顯 好了 我就想問一句 因為我看到你們 不好意思 我先打拆一句 其實過去那段時間 我們從來 我們的前線醫護 是儘量跟足他的指引 從來都不會濫用任何 即是未被人收藏口罩 的時候 就跟足做的 現在沒有辦法了 好了 但我剛才說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口罩都沒有提供給你 要是說四個 那就浪費了 那怎麼辦呢 沒錯 那怎麼辦呢 這是一個好的問題 我們問的就是 其實 現在我們的理財 這兩個星期 都做不到這個標準 為什麼做不到這個標準呢 因為是供應的問題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應該有 但是沒有 現在沒有 那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回去做了 這幾天我們回去做 就是我們要有的 我想醫院應該有一個責任出來 做回 解釋給民眾 病人 前陣護士 知道 是不是現在要落實 這個標準是做不到的 他解釋了 他說 他說一個月貨仔 省住小 說了 兼許 李國倫最慘的聽眾 打進來 簡直想問 喂 護士總工會 屈屈護士 偷口罩 即是 你用很多事情 來去做到形成 其實你們的醫護人員本身 手腳都不乾淨 搞到我們不缺貨 所以我們一路 剛才看你的大會紀錄 我也覺得 發動工業行動 你們討論過 究竟你們會不會內在 對於這個所謂 保護理工業行動 到什麼階段 你們才會再提升 去逼醫管局正視 缺乏口罩 醫護裝備的問題 其實有會有什麼動作 我們不評論 因為其實有會都在說 是 他自己的看法 但是 我們的做法 就是說 這是一個現在嚴峻的時間 這個這麼嚴峻的時間 我們必須 要高層管理或者總部 要重視這件事 如果他們 因為我們今天 是做這個行動 我相信我們大部分 在前線的管理系 我們歡迎任何 我們前線的護士參加 那他做了這件事 他下不了 那 但是爆發了這個交加感染 那 醫院管理局怎樣 交台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醫院管理局 現在還在說 大家省小 如果用省小 這個方式 就可以 預防到這個 交加感染 不會有醫院爆發 如果用省小 這個方式 就不會 是落實了標準 因為他的杯樁是不對的 那就是說過往的杯樁根本是不對的 那這些這麼矛盾的事情 是不是應該醫院管理局出來解說呢 那好了 我不知道醫院管理局 會不會好像我們的政府 是這麼無賴 不理你 兩個字 吹什麼 是這樣的 加多兩個字 就是四個字 那 其實前線同事 很無奈 那我怎麼做呢 但是我相信我們前線同事 就算中程管理 都很盡力保護我們的病人 和保護自己 那問題就是 最後 有個問題就是 我們這次 是希望醫院管理局出來 正式和解說他的做法 所以我們有個要求 我們有五個要求 第一個要求就是 它要即時提出一些措施 如何可以充足提供這些裝備 第二個就是 它要公佈 它現在在補充 採購的路線和時間 有沒有問題 第三 它要定時 去支援前線同事 這些裝備的 使用量和情況如何 當然 相關一些人手調配 配措措施 都是要跟我們聽 和前線同事知道 這個是它要做責任 我們的目的 最主要是告訴它 我們現在很努力 落實你自己定的標準 不是我們定的 是你要求我們做 不如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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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問會 問會 你們會的決議 如果一個護士 每天都現在 我想都在發生著 回去 想換個口罩 去找 沒有了 問有關的管理人 沒有了 你繼續用 那個護士應該怎麼做 你有什麼建議給他 我們希望病人 前線的護士 前線的管理層 或者中層的管理層 覺得它有困難 提供這些裝備 或者前線覺得它沒有這些裝備 甚至病肝沒有這些裝備 我們會記下 當然我們不會開名的 我們記下這些情況 通常我們會盡快 放在不同的社交媒體 以及讓醫院管理局 知道現時的情況 其實我們很希望 我們一個電話都收不到 我們任何信息都收不到 就是說其實前線送施 就沒事了 病人都很滿意 現在的全國 不會有加加感染 我們做了這件事 OK 先收集資料 然後先跟醫管局再交涉 是不是這個意思 6431 5063 這個是WhatsApp WhatsApp 然後就是2314-6962 這個就是有人打電話 辦公時間 是嗎 OK 好 謝謝你 李國倫就是 香港護士會的主席 現在這個做法 就是很溫和到不幸的做法 就是這麼說 老實說 你對這個政府 如果只用溫和 沒有任何強硬 進一步工業行動的感覺 他不差你 我相信 這個所謂保護你 你剛才說的兩個電話號碼 如果護士還有時間 可以打去的話 我相信不爆燈也挺難的 不過問題是 如果你沒有任內